五峰科技大學有保學基盤第七次必業生高等華東 利用檢舉到動態誘理論關誘惠 以及政態的個人學習力廷作評斷 當時今年更大安排主業工作 議題涵蓋到某年民視創業的經驗頂頂 五峰有保學生理中改末十年 為分家地区誘教相關工作 背後不少的教保館人力 很多幽靈府有這塊開放修繕就是五峰有保學的必業生 在今年五峰科大有保學的必業生高等 同時的第四就是更大基盤到就業這條的鋼澤華東 利面對大學必業生就業到隔壁的社會現象 五峰科大有保學學生就在學習到教保專業地理 當時學到表演能力、協會能力、承認華東的能力、 合作能力、志工合部和主務、行銷的能力 因此特別邀請本部在全國國地、好友、回娘家 分享到休息和主行創業的力量 包括主行創業的新米兒、托英中心、 胡敬林、郭欣山、熱氣球Coffee店長、詹中益 幼兒體能工作室老師林戴良和課後照顧中心老師誠意穩定 在在整個政台的江澤 三十個想要讓你當日教演出和創官的華東 三十個想要讓你當日教育官 三十個想要讓你當日教育官 三十個想要讓你當日教育官